恭喜發財 2023年屬豬的朋友 事業方面 今年工作會相當不穩陣 容易有失業或被人調職 甚至轉工的可能性 在財運方面 日不夫知 如果過往財政有問題 就會今年更甚 所以花錢方面一定要留意 即是要控制 人事方面 今年相當多口蝕小人 甚至因為口蝕而惹上官非 沉住氣 否則惹惹麻煩 感情方面 亦都會有小風波比較多 但這些可能只是小事 但如果處理得不好 可能會讓分手 或是感情問題的危機 健康方面就有些危險 因為有機會有意想不到 或者突發性急病 等事會發生 所以今年最好做身體檢查 有什麼事早知道 早點醫 總括來說 今年屬豬的朋友 其實就不太好 如果你想改善財運 可以在正南方放九張紫色十元紙 以改善財運 如果怕病 可以在正東方放白肉葫蘆 又或是銅葫蘆 以改善健康 希望可以幫到你 進一步